真言三十章第六节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这一节要求人 不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上面 添加任何东西 如果添加 恐怕就会成为不实 甚至是谎言 神的话语是他精心练就的 我们不可以篡改他 关于神的话语 摩西在生命纪四章二节 也有类似的警告 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三减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 十八节十九节更强调说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术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求主给我们一个绝对信靠 顺服神话语的心 对他的话语 不打则扣 列印 怎么办 不关于神话语 人员